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千玉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彩音 你知道一棵树可以活多久吗 不知道耶 一棵树可以活在这个世上好几十年甚至百年吧 在泰国国家公园里 有一根十万多年历史的石化树干 以近70公尺的长度获得近视世界纪录 被认证是世界上最长的木画石哦 十万多年的历史 就一直埋藏在地底下没有被分解掉 也太神奇了吧 根据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指出 2003年于朵伊索伊马来国家公园挖出一根树干化石 全长约72公尺 相当于20层楼高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因为天灾 而导致树干受损 只剩下69.7公尺 这根石化的树干是热带雨林豆科树种 今世世界纪录 终于在今年将它登录为世界最长的木画石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借由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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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在树上唱歌 第二个单字 公园 去公园是个放松的好方式 第三个单字 历史 Andy is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y正在研究中国历史 Andy is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树木 tree 公园 park 历史 history 那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牧 joue 也留意 以散熱 互通 百合